如佛马格达周期补选竞选期 已经来到尾声了 国盟却在这个结果眼上 指控国阵候选人 也就是赛福星 曾经卷入欧斗 拥有犯罪记录 不过国阵主席 纳杜斯里安莫扎西驳斥指控 还曾经说赛福星 当时其实是在保护 一名被一群人殴打的 视障男子 他没有在幅庄 然后在幅庄 我计算是在幅庄 当时他在幅庄 他在幅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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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是在幅庄 而被判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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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我看见 因为没有警察和判案 甚至是在当地的判案 阿莫扎西今天在居鸾出席活动 受到媒体追问时这么表示 他讥讽国盟候选人或许是人气不高 所以才会出此下策 用私事来攻击赛福星 好让赛福星失去选民的支持 据了解赛福星今天下午4点针对此事 到居鸾警区总部报案 昨晚土团党宣传主任巴德鲁西山声称 赛福星曾经在16年前因为打人 而拥有犯罪记录 他还要求当事人对此解释 加密码水平均